我高一的時候的國文老師 他叫趙伯利 他說在那時候在大陸國共戰爭的時候 他有一次爆彈打到他的頭殼 他就昏絕過去了 他不知道 結果他是被送到醫院去了 結果他靈魂出竅 他說我在天花板 看著自己的身體 很多人一直在救他 他要出去的時候 他說要出去的時候 好像身體像那個什麼 被那個火燙 油辣燙一樣 很痛很痛 他出竅出去了 這樣子 他跟我講他自己靜魂的故事 結果他被搶救了 回來的時候 人家問他 你知道這裡你死過幾分鐘嗎 他說他不知道 他等個時候 他後來講 他說從鬼門關回來 他說 到後來他有講 他說 當看完自己身體的時候 你知道 就有人有一個音樂來 就要引導他過去 他走到一個很深很深 他就像那個光明的隧道一樣的 一路上都是光明很燦爛的 那邊遠遠遠的就看那個光 他就跟著那個人 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走到那邊 你知道 啪 看亮 他就醒了 他就講到他自己的這麼一段故事 哦 這樣 那個隧道 到了最最 快到中冷的時候 他啪 一個好亮 欸 他就醒了 就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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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上去了 對 沒有被盪上去 非常特別的經驗 非常特別的經驗 這是一個人 我照五十歲 他說 他常常講 我是死過一次的 有沒有可能 他那時候幾歲啊 那時候 教我們國文的時候 他差不多五十歲左右吧 那時候已經五十歲了 已經五十歲了 所以你那時候到現在 又過了四十年了吧 對 差不多四十年了 對 五十加四十 我十八歲嘛 十八九歲的時候嘛 對不對 五十年了 五十年前了 他也在 沒有啊 你現在六十歲而已啊 我哪裡 我六十八了呢 哦 我三十六年次 所以等於說 一百歲了 如果他沒走的話 一百歲 我是五十年前十八歲 哦 OK 好 所以可能找不到了 找不到了